然后你安装以前要先竖起来看一下 竖起来的话推动感的 所以说肯定要朝这个方向 先确定好 设定一下 调肯定是这个方向的 结合这两颗螺丝 然后把这个螺丝竖起来 因为这个口 这个是长螺丝直接顶进去的 上面这个口是顶到这里 这是短的 螺丝系装一点进去 顶到了再松一点出来 然后这个口要对到这里 就直接顶进去 大概预计好 颈紧 先放下来 然后另外一边是 这根管子 这个管也需要确定一下 这个是养有了时是要朝外面 然后这个脚 这边有个孔的话是 这样正过来的话是等一下上面那个塔架 这个是要安装一下 这个是朝外面的 然后这个孔是固定这个长螺丝 等于是这样子的 也是顶到的 所以说这个孔到这里得效 看到没有 这样子一直拉出来 拉到然后再把螺丝固定进去 这个孔 这个孔还是对到这里 要上螺丝 固定螺丝 然后再把螺丝固定进去 这个孔还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孔要穿到 跟这个重叠 上这个角 上这个角也是要确定一下 这个空 这里有螺丝的 就直接是钻起来 如果不好钻的话 需要调整一下 那就摆一下 螺丝全部切 不要淋起来 切得有点松 螺丝不要再紧 不要再紧 螺丝不要再紧 这需要调整一下的话 那就需要把这个螺丝松出来 所以说一下 先不要紧 带紧就是这个人 一路长的话 先上一边 这把螺丝拌进去 螺丝把螺丝拌进去 再钉进去 再把它梳出来 暂时现在这样子安装 如果不得了还是需要调整一下 并不得了还是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先松在这里啊 螺丝是全部没有撞紧 如果正常晃动没有异响 那就可以了 那就直接把螺丝 把螺丝全部连紧 把螺丝把螺丝把螺丝放进去 谢谢